年冠将近各大机构团体都在岁末来关怀弱势 希望可以在寒冬帮助到需要帮助的民众 而今天上午由佛教团体正觉教育基金会 来到金山区的中山堂举办了雪中送炭的活动 发放年前红包要来陪伴金山区内的弱势家户 清寒雪子度过一个温暖的春节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一个福教团体 福教团体在这里也是一个福教的教育团体 我们针对我们一个福教团 对福祖的教育团了解说 要跟大家结识 我们今天如果过去 我们就要帮忙吧 要跟大家结识 来的牧丁要跟大家说 我说过去年我们一个人的红包是一千块 不过今年因为我们的教育 小金氏老师觉得社会的环境不好 然后物价上涨得很厉害 所以加码大家的红包更厉害 回去在这里算花多少 郑爵教育基金会以官华弱势 广结善缘为终止 今天来到金山区的雪中送炭活动 是今年度的最后一场 而全国性的走遍全台26个乡镇 而今天金山区长以及里长也现场感谢郑爵 基金获得善心 颁发感谢状以示感谢 董事长 理事长也特别提到 他们今年已经走了 行脚了26处 善款已经花了800多万 那特别来关心我们金山的一些乡亲 那这些都是由他们的志工自己来善取 这些善款都是由这些爱心的人士来热监出来 而且他们每一位都是义工 没有领任何的一毛钱 非常感动 那相信我们今天的一些账款 会留在我们全国各地 尤其在我们金山偏乡的地区 来特别来关心来照顾我们 今天的光环若是寒冬送暖 由各里里长评估里内 若是清寒的老人家与雪子提供名单 给正决基金会 希望透过今天这个温馨的活动 将资源确实的送到需要帮助的民众手中 除了温暖弱是家户的心 也达到抛砖营运的目的 目击到更多的善心 照顾到更多的弱势民众 记者 廖品凯 金山采访报道